国际消息来看到 以色列持续对真主党发动空袭 造成了平民死伤 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现身联合国大会遭到抗议 才上台准备演说 台下就有不少的代表 立刻起身要离开 我们看到画面中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现身联合国大会要发表演说 但是他人才刚走上台 台下就有一票代表 立刻是起身离开 让场面很尴尬 而以色列空袭不断 也造成了加萨 以及黎巴嫩的平民死伤 让纳坦雅胡的这场勇约行 抗议是如影随形